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等候来敬拜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用圣哉三一来敬拜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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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荡的出彩 君臣我总不送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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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天使天君 父父公白初见 实在而健在 勇在一位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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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双眼微弱 最完美的安静 一位安静心中 唯独上主至尊 唯独上主至尊 全能有全爱 至身皆至身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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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能够在 一上天空海洋 广无同宿主命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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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卑全能处在 能够在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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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父 圣子 圣灵 赞美我们的三一神 你是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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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创造了宇宙万物 超越时间和空间 你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你是全能的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 我们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 你岂不是变满天和地 赞美你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的神 你是圣洁的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你是烈火 是忌邪的神 不容许有对立的神明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 你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 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的神 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用你大能的话拖住万有 你的计划必成全 你的权柄存到永远 你的国度存到万代 耶和华啊 你是我们的父 从亘古以来 你的名字就是我们的救赎主 赞美你是首约信实的神 感谢天父 在永恒计划里预先知道我们 按你的时候呼召了我们 使我们重生 借着信而称义 并且预先定下 我们要被塑造成基督耶稣的形象 感谢圣子耶稣的顺服 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不仅使我们的罪得了赦免 而且断开了我们犯罪的捆绑 感谢圣灵的居住 使我们成圣 使我们靠着复活的大能进窄门 走在生命的窄路上 感谢三一神的工作 使相信的人 安息在耶稣完成的救赎 使我们的救恩有确据 借着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 引领我们到圣洁的神面前 也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 享受神的同在 并能荣耀神 感谢赐平安的神 在两千多年前的今天 借着永恒之夜的血 把群羊的大牧人 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人中领出来 因为父神接纳了耶稣的顺服 和为我们做的挽回祭 耶稣本来就不能被死亡控制 赞美耶稣基督 是真神 是永生 感谢耶稣基督 降悲自己 道成肉身 为羊舍命 天父赦免我们 当顺从自己的私欲 忽略了我们的身份 恋慕世界 多过于爱慕你 恳求你光照我们的心 使我们看见得罪你的地方 帮助我们悔改 使我们配得做你的儿女 与你有亲密的关系 以你为乐 因为我们被你招的 你也预定我们 效法圣子耶稣的榜样 天父 恳求你引领我们 如何有智慧的使用时间 激动我们的心 把时间腾出来 与你亲近 接受生命的灵良 你通过圣经 与我们沟通 是来触动我们的心 而不只是传达一些知识与信息 因为你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愿我们用心灵来灵受 并时常默想 心意思想被你的话而更新 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 在生活里我们有挑战 有试炼 是你的容许 在你完善的计划里 就像老鹰 怎样搅动朝锅 飞翔在除鹰之上 展开双翅 接住除鹰 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 你也搅动我们舒适的生活 让试炼临到我们 在其中有你的看估 有圣灵的辅助 使我们靠着复活的大能而得胜 执政掌权者 不仅使用他们成全你的计划 也恳求你眷顾他们的灵魂 能在你的国度里有份 但愿他们敬畏你 而有智慧来治理国家 恳求天父借着圣灵 把神的爱交换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彼此相爱 像耶稣爱我们一样 愿我们遵守耶稣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也恳求父神在华人社区做呼召的工作 领他们来归入你的教会 恳求父神高摩牧师的口 通过今天的正道 使我们更认识基督耶稣的复活 带给我们的力量和盼望 使我们活出复活的新生命 荣耀福神 我们奉耶稣基督圣灵 向你感谢祈求 阿们 有福的圣灵 祝福神 《祝福神》 祝福神 祢的救赎 从身边的身保持世纪 这些我心情 我的时光 赞美我救助 朝夜从何 这些我心情 我的时光 赞美我救助 朝夜从何 完全不顺服 完全喜悦 天旁的余生 写在我心里 天使的星星 表演降临 为主怜悲 心说主爱 这是我心情 我一时光 赞美我救助 这一场恨 这一场恨 这是我心情 我的时光 我一时光 全地顺服 完全爱你 我在救助你 喜乐和福气 时刻有光主 尽心等待 充满主愿 享受主爱 这是我信息 我已逝得 赞悲我救助 昼夜长河 这是我信息 我已逝得 赞悲我救助 昼夜长河 现在是读上帝话的时间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幸 能够继续在祂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祂 敬拜神是我们人的本分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的 我们一生的目的就是要领料祂 还有享受祂 好 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在以弗所书一章 我们也在祂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上帝 照着自己的旨意所议定的 不要使我们把这些首先把希望寄托在基督里的人 送赞祂的荣耀 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 你们也信了祂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个十三节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我们能够得救 我们是因为先听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 就真理得到 那这个福音能够救我们 那我们听了我们信了 信了以后呢 我们就得到圣灵 圣灵就给我们盖章 就把它分别出来 诗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这个基业就是将来整个的救赎的完成 所以我们今天正道会谈到这个基业 基业是什么 只等到上帝的子民得救赎 使祂的荣耀得到称赞 15节到17节 因此我既然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 对众圣徒有爱心 就不住地为你们感谢上帝 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 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 使你们真正的认识祂 所以保罗为众圣徒祷告 就希望这个众圣徒能够真正认识神 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祂呼召你们 来得的指望是什么 祂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的基业 是何等的丰盛 并知道祂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这是照祂的大能大力所应行的 这大能曾应行在基督身上 这应行就是说神使这一切搭配 一切起来工作 使祂从死人中复活 又使祂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超越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权能的 统治的 和一切有名号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都超越了 21节有讲到五个权柄跟名分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牌子 有牌的 耶稣这个牌是圣贵一切的牌 好 上帝使万有不在祂的脚下 又使祂为了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祂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求主的话充满我们 那我们来 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唱 圣灵充满我 开 开 开 我们来控制 来控制 我们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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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灵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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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即使要你充满我 愿你现在充满我 充满我 充满我 圣灵求你充满我 赐下你的神 神同胆 愿你现在充满我 圣灵安慰 万全祖书求 保护我 充满我 你在劫尽时 我万全神灵 愿你再充满我 充满我 充满我 圣灵求你充满我 自家你的神 神通 正月 你现在充满我 我们是祷告 父神上帝感谢你 呼召我们 也洁净我们 也充满我们 我们知道主 你是创造世界万物的主 你也要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充满全力 好像海水充满海洋一样 我们继续圣灵的工作 将你自己充满我们 让你的话语充满我们 让你的气息充满我们 让基督完完全全地成行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跟你的关系 在我们整个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整个的教会里面 主啊 因为你是借着这个教会 向这个世界发生的那位神 你已经复活了 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 能够每一天体会这个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 在我们整个教会 求主带领我们一下敬拜 感谢靠耶稣得圣的圣灵 阿们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 复活的带导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 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23节 今天讲的跟我们这几个礼拜的正道 还是有一点关联的 我们来看看 上个礼拜是讲到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那牧师来曾经 我们以前一些错误的观念 不是万物自己能够工作 而且是神使万物一起搭配 一起协调 一起来做工 那在圣经的教导里面 这整个就是要使神得到荣耀 所以说我们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应该是说 神使万物一起搭配工作 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益处就是说 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因为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儿子的性情 那我们上个礼拜就说 不管是今天这一两年的险举 疫情的爆发 枪杀害种族的仇恨 在这一件事上 不管是顺的还是不顺的 是生病呢 是死亡 是工作呢 是婚姻 是孩子 是教育 是教会传福音 教会的事工 神使这万物一起工作 为了要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那些暗神之一被招的人 要使他们能够像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一样 那这个万事呢 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面 他有讲到这个万事 我稍微念一下 如果有圣经的话 跟我翻开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面 因为我们大家都蛮熟悉这个经文 保罗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只是已经得胜而有余了 那他就提起这个万事是什么了 我身陷无论是死 是活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全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深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这些万事 保罗就用这种对比 讲出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好事 不管是坏事 不管是顺利的 还是不顺利的 神都在掌权 那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我们就来到这个 以波所书第一章 十一节十四节 你看到这十一节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我们是从神那边得了一些 他给我们要的东西 最后呢 是我们的身体得数 那是救恩的完全 那他怎么做呢 他是随他自己的意识 来做万事的这个上帝 照他自己意识所意定的 这个礼拜 几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到这个 神的意识 神的预定 讲到他的拣选 讲到他的呼召 让我们能够成圣 让我们走一个圣洁的道路 最后让我们得荣耀 为了使我们这首先 把希望寄负在基督耶稣的人 颂赞他的荣耀 我们就是说 这整个的 所有的事情 神使万事 都一起搭配 最后是什么 是荣耀神自己 当我们荣耀了神 以后我们自己就得到了福祉 在基督里面 你们听见真理的道 所以这个敬拜很重要 独圣经很重要 因为我们会听到真理的道 那真理的道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使我们能够得救了福音 福音的中心就是什么呢 神创造了人 以他的形象跟样式本来是好的 但是神背弃了上帝 听从撒旦的话 就从恩典中堕落 但是神没有放弃人 神在时候 满足的时候 他就派他的儿子 生在女子以下 生在律法以下 为了要救赎 在律法以下的人 也就是你跟我 所以神就借着他自己的爱子 使我们与他和好 这就是福音 那我们就信了他 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为印记 一定要先听到道 听到福音 神给你这个信心 你就应用这个信心 你就接受了耶稣基督 然后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 神就把这个圣灵给你 那这个圣灵呢 是一个保证书 就是说你将来 你凭什么信天国 凭什么跟基督耶稣 永远在一起 凭什么得到新的一个身体 就是这个圣灵 知道了上帝的子民 得救赎 这个救赎就是 最后救恩的完全 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讲这个救恩 最后的完全 我相信我们整个教会 对这个救恩 在比前一年还要更清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救恩 还没有最后的完全 因为主还没有再来 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那我们现在呢 是我们得救 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个肉体还是会犯罪 还是会经常受到这个罪的挑战 那我们就靠着主 靠着圣灵 来过这个成圣的生活 最后呢 我们得到救赎以后呢 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目的 生活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荣耀神 好 以波所书第一章 15节跟17节 我们来慢慢看 这个是保罗 在教导以波所书的时候 他后来第二章开始讲到这个教会 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关系 之前呢 他先为他们祷告 为以波所教会的人祷告 那我们知道 15节跟17节 前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前面的第一章 讲到这个 在基督耶稣里面 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 这是卷选我们 有给我们儿子的名分 那在第六节 这恩典是借他儿子的礼白白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半得以赦免 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 他以诸般的智慧聪明 照自己在基督里所依定的名义 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就是前面有这些 先给我们 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所以刚才那个13节跟14节就讲到 我们听了真理的道 就是我们得救了福音 借着信 然后我们就给圣灵 印上一个盖章 那这个圣灵给我们一个凭据 那带到这边来 保罗就开始为众圣徒祷告 16节不住的为他们感谢上帝 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 荣耀的父 把他赐人智慧 和启示的圣灵赐给你们 使你们真正认识他 这15节跟17节有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什么 就是传道人对圣徒的祷告 让他们能够认识神 所以传道人的祷告 是很重要 因为人能够真正认识神 是神的工作 但是传道人要为他的羊来祷告 所以我们在这个15节跟17节 我们就看到这个 因为我们先是有圣灵 作为我们得救 得基业的凭据 在14节 得基业的凭据是在14节那里 那传道人就凭着这个 为会友们祷告 让他们清楚地认识神 那这里祷告的内容 有这个三点 第一个呢 他先是看到这个 会友对上帝的信心 一定要从神那边开始来 对上帝有信心以后呢 他对弟兄姐妹们就会有爱心 所以当我们对弟兄姐妹们 爱心不够的时候呢 常常是在前面出了问题 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怎样 那这个传道人的祷告 每一个牧师或是长老 在牧养神的群羊的时候呢 就是要来建立这个会友 对神的信心 还对弟兄姐妹们的爱心 怎么建立呢 就是在背后祷告 怎么祷告呢 先要来感谢神 感谢神把这些弟兄姐妹 带到这个教会来 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 让他们能够归入基督 也靠着神的话语 天天走一条成圣的道路 那我们要感谢神 神把这些会友放在这个教会里面 那这也是我的祷告 我也是常常感谢 为每一个家庭带到 神把他们带到这个教会来 来感谢神 同时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 能够热切地 彼此相爱来祷告 那这个祷告呢 中心是什么呢 祈求圣灵做工 祈求圣灵做工 使基督 成型在会友的生命里面 那圣灵怎么做工呢 我们就 看那个经文 圣灵怎么做工呢 十七节 保罗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 荣耀的父 把此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赐给你们 你们看到这里有 圣父 圣智 圣灵 在这里 主耶稣基督的神 圣灵里面是神 荣耀的父 把那此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赐给你们 所以除非神 给我们认识 这个基督耶稣 就像保罗对提摩带说 你从小就明白圣经 这个圣经有使人得救的智慧 这个智慧它是有目标的 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 神的圣洁跟我们的败坏 然后基督的伟大 神派基督来救我们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 除非神把祂自己启示给我们 显明给我们 除非基督来找我们 除非圣灵来找我们 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的 这个启示就好像把它打开一样 以前是隐藏的 现在能够看见 使你们真正认识它 也就是使 基督 沉浸在我们会有里面 所以因为有圣灵 让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呢 是神的工作先开始 但是传道人呢 要为我们祷告 让他们清楚地认识神 再来呢 就是 18节跟19节了 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 它的工作是什么呢 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 这是个比喻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眼睛 心灵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祂呼召你们 所带来的指望是什么 祂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的基业 是何等的丰盛 并知道祂向我们这些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盗 这是照祂的大能大力 所应行的 好我们先看看这个 先看看这个重点在哪里 当传道人为我们祷告 让他们清楚地认识神以后呢 下面就是要清楚地认识 神的那一方面 那在18节跟19节就讲到 有神的呼召 这个呼召是给信主的人 那这个呼召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荣耀的产业 跟莫大的能力 那在18节跟19节 特别在19节呢 这个原文里面 是用了很多的形容词 我先用英文跟你讲一下 他说这个莫大的能力 这个英文叫做 Immeasurable greatness 就是没有办法测量的 他这个原文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丢一个东西 那你丢得很远 它是beyond的 超过我们平常的一个界限 我们说这个 不管是全雷打 或是打高呼球 能够打超过400码的 那都是大奖 全雷打 或是高呼球 能够打超过400码的 这个莫大的能力 英文是说 Immeasurable 或是surpassing 我们看中文是什么 中文是说 何等的浩大 所以有时候你读过去 何等的浩大是多大 所以你就要一个具体的 就是你打这个全雷打 你不能打 你打到全雷打的外面去 所以在三安市的棒球场 他每次比赛棒球的时候 全雷打一打 就打出了棒球场外面 打到哪里呢 打到海边的海水里面去 所以在棒球场外面的海水里面 很多人在划着kayak 他们就是全雷打 打出去 打到海里面的时候呢 他们去那边接了 美国人很可爱 这个很可爱 这个何等的浩大 就是这个字 就是说 超过平常的人的界限以外 那神的能力 是超过人的界限的 所以这个何等浩大 是多大呢 就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上帝的能力是这样的 超过人所能想的 跟所能达到的一个界限 那给谁呢 是给我们相信神的人 所以我们最近的正道 一直在把这个信主的 跟不信主的分开来 圣灵是为 说不出的太习为谁来祷告 为信徒来祷告 不是为不信徒来祷告 所以信了跟不信了 那个中间的那个天上的福气 是差别没办法比较的 所以牧师在鼓励你们 如果你对这个救恩不清楚 你是失掉很多东西 我不是说要让你来得福气 才来信主的 你要知道这里面的差别 根据他的工作 还有他的 这个great might 这个great might 在言武里面有两个字 所以保罗用很多的形容词 来讲这个荣耀的产业 跟这个 他在讲这个荣耀的产业 跟这个莫大的能力 在这个十九节里面 他用了很多这个形容词 我们读就读过了 我们读就读过了 中文是说 何等浩大 那再来就是 大能大力 很运行的 我在Costco 我很喜欢这个花生 这个花生 美国人很可爱 美国人就是喜欢大 大玩 大用很多的形容词 你看看这个Costco的花生 这个我们常说 那个花生 peanuts 有时候美国人 这peanuts就是很小的 一丁点的 有时候这个peanuts 在这个形容词里面 就是说 经不起眼的 但是Costco卖了这个peanuts 他把peanuts写得很大 那它上面呢 有三个形容词 它本来就是一个大的嘛 对不对 大的花生 后来它就讲 特别的大 extra 特别的大还不够呢 它上面还放了一个super大 所以这个花生 你要怎么翻译呢 超级的 特别的大的花生 这就是Costco的花生 这牧师是每个礼拜 每个月都去买的 当灵嘴来讲 那它最下面呢 它这个很crunchy 很有咬头呢 它上面又加了一个 extra crunch 所以就是说 这种广告就是一直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东西真是好 我就用这个生活的比翼 有时候不太恰当 但是就是让你知道说 保罗在写这个 上帝的大能力的时候 那是恨不得我们 能够知道这个能力有多大 先刚刚开始 这个大的能力 是没有办法测量了 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去量了 那我只有跟你说 打棒球这个全能打 不但是打超过这个棒球场的外面 打到海里面去 人的界限 那最后面呢 这个能力是怎么工作呢 怎么在一块工作呢 是经过他的那个能力 那这个能力 希伯来文有两个形容词 都是讲到这个力量 他是用不同的字眼 一直在讲说 这个上帝的能力有多大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保罗为会有能够清楚认识神的祷告 是什么呢 认识神对这个信主的人的呼召 那因为我们读了罗马书一 我们就对这个呼召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 是神用福音来呼召我们 我们现在听到了这个福音 所以我们刚才就想到说 那个十四节很重要 十三节也跟十四节 因为我们听见了真理的道 这就是呼召的一个过程 听到了这个得救的福音 我们就信了 我们就接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引起 这个都是呼召的内容 因为神对信主的人有一个呼召 那这呼召的内容是什么呢 有荣耀的产业跟莫大的能力 OK 所以在十八节 他的导文是什么 先叫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得开 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能够听明白这个福音的道 心中的眼睛打开 打开以后是看什么呢 看到神 什么在基督里面 来拳选我们 来呼召我们 给我们有儿子的名分 给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把我们买书回来 赦免了我们的罪 让我们跟大家和好 让我们被称义 让我们愿意来走这个成圣的道路 这整个过程 就是一个呼召 那这个呼召是有个盼望的 这个呼召是有个盼望的 那这个盼望是怎样呢 就盼望这个荣耀的产业 跟莫大的能力 那请记得 这是给信神的人 这个荣耀的产业是什么呢 我把罗罗没有很清楚地讲 而且我们在搬逸的时候 这个因为我们 我这几年来就常被这个经节 怎么读都读不清楚 并他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的基业 是何能的丰盛 所以历代以来的解经就是说 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一些东西 那另外一个解释是 说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一些东西 两者历代以来都有这样的解释 但是比较偏向的是什么呢 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什么 实在是很少 最大的就是我们的顺服 但是我们在神那边得到的是 丰丰富富的 这个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温柔良善 信实 节制 这都是我们从神那边得来的 那这个荣耀的基业呢 我们要偏向是说 我们从神那边得来的 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基业 你再看那个十四节的话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这个基业是什么呢 就是说最后的救赎 最后的上帝得到完全的荣耀 跟成战 所以得基业呢 就是最后的那个救恩的完整 但我们是比较偏向这个 这个荣耀的基业 所以你在读十九节的时候 这个呼召的指望 这种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将来救恩的完整性 那是恢复神创造我们原本的荣耀 一个新的身体 OK 然后呢 在十九节就并知道 这个并这个搬得很好 这原文就是说end 就是荣耀 这个呼召的盼望里面呢 那内容有两个 一个是荣耀的基业 一个是什么 是这种莫大的能力 那能力是不能测过的 不能衡量的 这是翻译说大能大力 所以这个并就是说 荣耀的基业 还有这个何等大的能力 这是我们的盼望的一个内容 好 所以这个我用这个图 这个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 呼召的望 但内容就是一个荣耀的产业 跟不活的大能 那这个荣耀的产业 是在讲将来 最后的身体得属 好 那我们继续 在以弗所书 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 他都讲到这个大能力是什么 他的大能力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大能是 从运行在基督身上 这运行的原文就是工作 就是神使万物工作 这个神在基督身上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 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不但复活呢 又使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 演唱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权能的 统治的 和一切有名号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都超越了 所以保罗在解释 这个超越的时候呢 他用了好几个 当时希腊人 所能了解的 这字眼的背景 让我们来尝试看看 看我们能够 在今天的生活里面 来了解 所以认识神的呼召 给信主的人 这个呼召的盼望里面 有什么呢 有荣耀的产业 最后我们会为身体得属 我们有莫大的能力 这是给我们的 这个莫大的能力 是现在就在我们身上的 所以这个 二十节跟二十一节 重点就是说 这个神的工作 这个能力呢 是使基督 从死里复活 胜过所有的权柄 那这个能力是给我们的 我看看 这能力是应行在基督身上 再回去这个 十八节十九节 对不起 十八节十九节 这里有讲到 这个能力是给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这个神莫大的能力 是给我们的 而且现在就有了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第三点 这个能力就是神的工作 神伟大的工作在哪里 使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解决了两个问题 就是解决了原本那个罪的结果 就是死 解决了死的问题以后呢 罪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所以是死里复活 那这个能力有多大呢 就讲到基督现在坐在他父的右边 这个右边就代表权柄 那胜过在永恒里面 他说不但是今世也是来世的 胜过所有的权柄 所有的权柄 所有的权柄是什么呢 他就用五个字 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翻译是说 第十二十节 我们这个翻译就是说执政的 就是统治者 他的原文里面就是architecture 这个architecture the beginning 这个权柄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事情上面 不管在哪个行业 不管在哪一个discipline 它就是第一的 我们美国人很喜欢叫做goat the greatest of the old time 这是美国人很崇拜这个运动员 每个运动员都有一个goat g-o-a-t the greatest of the old time 就是goat 也就是这个 不管你哪一个行业第一的 主耶稣基督就吵过他们 第二个字就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权柄 就讲到这个权力 哪一个权力最大 哪一个政权 哪一个政大 哪一个经济能力 哪一个social media 最有权柄的 它超过facebook 超过google 超过amazon 再讲能力 能力这个言物就是dynamite 就是一个炸药 你不管哪一个炸药 哪一个核子弹 原子弹 氢弹 甚至宇宙 这个大爆炸的能力 不管哪一个能力 神使基督 从死里里不活的能力 都比这个能力还要大 这个为主的 这个言物就是Lord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老板的 没有人没有老板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权柄在我们上面 所以不管这个权柄有多大 为什么美国总统那么多人要去选呢 因为这个美国的整个政治制度里面 赐给这个总统的能力 这个权柄是非常大的 所以不管怎样 工作不管怎样不好做 人都想要寄进去 因为人因为罪的缘故 有这种渴望权柄的 一种不正常的 一种举动 你认识神的话就不一样 认识神的话 你是用神的形象跟样式来管理 但是你不认识神的话 这个能力 就是用来敬拜你自己的 也就是当时的 夏娃 听到撒旦 你变得像神一样 今天的女权运动 或是男人对女人的压榨 跟欺负跟逼迫 都是从当初那个 你变得像神一样来的 那不管这个 人想要做人家老板 做人家上司的能力有多大 主耶稣 这个神使他复活的能力 就比这个 所有的都大 那最后呢 保罗在解释这个四个字的时候 他最后就用这个字 一切的名 一切你能够叫出的名 事实上在希伯来言文里面 他有两个字也 他不只是说名 OK 二十节 二十一节 一切有名的 一切名能够被叫出来的名 这个言文是里面 一切有名的 他是说 不管哪一个名 你能够叫出这个名的本质的 神使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 都超过这个名 所以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这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是多大 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第一的 他都超过 不管是哪一个权柄 他都超过 不管你这个爆炸的能力有多大 他都超过 不管哪一个最高的主人 他都超过 最后呢 是不管你能够叫出什么样的一个名字 你能够叫出这个名 这个名就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事物的本质的后面 你能够叫出这个东西的名字来 耶稣基督的名比这个名都还要大 所以弟兄姐妹们 刚才说 认识神的呼召 这个呼召的内容是荣耀的产业跟莫大能力 这个荣耀的产业跟莫大能力 是给信主的人 也就是给你跟我 我们都知道主基督已经复活了 因为这个复活呢 使得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基督联合 但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 对这个联合还是很抽象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复活节的生活应用 就是让我们深深地知道 我们将来救恩的完全 我们肯定 而且知道这个能力呢 今天是要充满我们 每天的生活 跟我们的家庭 跟我们教育 二十二节二十三节 上帝使万有伏在祂的脚下 又有一个笔印 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 然后呢 主耶稣又做头 他又使他为了教会 做万有的头 那教会呢 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所以在讲什么呢 当基督胜过所有的权柄 这种能力 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这个权柄就是充满一切的基督 他充满了教会 成为万物的元寿 现在呢 他在父神的右边 他坐下来 那万物都在他的脚下 也是他的权柄 然后他就拉到教会来了 就是今天 主要充满他的自己的教会 他为了教会呢 他做了万物的丑 只是万物都浮在 教会的权柄下面 充满一切的基督 他充满了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 这英文里面说 who fills all in all 那who fills是什么呢 是基督的丰盛 所有在基督里面的 要充满所有的人事物 所以呢 这里这个复活 他的那个应用是什么呢 是神的权柄 万事都在他的脚下 你看他的经文 上帝时万有都浮在 主耶稣基督的脚下 又使主耶稣基督 为了教会做万有之手 所以现在呢 就是把教会 放在这个世界之上 教会最后 要得胜 要华胜 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这个教会怎么会有能力呢 是因为基督 自己充满了教会 基督的丰盛 充满了教会 也就是充满了 我们教会里面的 每一个家庭 也就是充满了 我们每一个人 好 今天 这个 复活 祷告的应用 这个 保罗为以佛主 教会 的祷告 是从 基督的复活来的 所以提醒我们 也是特别提醒 我自己 传道人 一定要常常在神面前 为会有感谢的 感谢神 把这几个人 几个家庭 带到这个教会来 那为他们什么祷告呢 要为他们对神的信心 来祷告 还为他们对 爱其他的弟兄姐妹 爱其他的家庭来祷告 祷告完以后呢 这个会友 也有他自己要 知道的 就是这个信的人要知道 神在万事之节 在基督里面的 拳选了我们 他用福音 呼召了我们 让基督的复活 借着神的话语 重生了我们 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有一个身份 我们就是儿子的名分 那这个呼召 荣耀的呼召的盼望 这个盼望 我们有一个盼望 是什么呢 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产业 是神赐给我们的 最后救恩的完整性 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所以以后 我们去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会说 我不认识你 因为我们有一个 复活的呼召的盼望 然后我们今天要明白 就是说这个大能 我刚才用这个解释 这个大能不是人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人所能做到的 神更加的超过 我甚至说 连这个大爆炸的能力 神都超过这个能力 这个复活的大能 是今天是充满在我们身上的 那今天基督呢 在教会里面 他的充满跟他的权柄 他是借着这个教会 向世界发胜 借着这个福音 向世界发胜 那这个充满是什么呢 他荣耀的充满 权柄的充满 所以使徒耶和 他说什么呢 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的 住在我们当中 有恩典 有真理 今天这个充满的图画 就像当时 摩西建完圣殿以后 他把圣殿分别出来 然后神的荣耀 就降临在这个圣殿里面 所以都不能进去 今天这个神的会目呢 也就是基督耶稣 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 充满我们 也要充满你的家 也要充满我们的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对这个复活的大门 还不够认识的话 好好看这个保罗的导文 这以佛所述第一章 十五节到十八节 他会有祷告 让他们对神有信心 对其他会有爱心 也让会有知道 我们有呼召的盼望 这个盼望是我们将来 一个新的神体 我们要以主面对面 然后今天我们生活中 有这个复活的大门 不是我们的能力 是神使这个复活的大门 放在我们身体里面 他要充满我们 也要充满我们的家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那么软弱呢 因为我们没有 清楚地知道 神给我们这个 呼召的盼望 他要充满我们 他充满我们的家 他充满我们的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顺服他 让我们借着这个教会 能够广传福音 让Reno 因为有这个教会的存在 能够得到神的爱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保罗 在两千年前 我们明白这个复活的大门 明白这个圣灵 做我们得到这个基业的凭据 也让我们知道 这个复活的大门 今天是实实在在地 要充满我们 主耶稣基督 祂的本事 祂就是一个充满 祂要充满我们这个身体 我们身体是一个会幕 我们的家是一个会幕 祂要充满我们 我们教会是一个会幕 祂要充满祂的教会 让这个教会 能够在Reno 向这个黑暗势力 来夸胜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已经复活了 今天这个复活 也要让我们做一个 活活活活活的基督徒 让我们生命有能力 被你的能力充满 能为你 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积极地传福你 让更多的人 也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得胜的生命 阿们 阿们 我们请师母来带领我们唱 为耶稣而活 完了邀我们今天有圣餐 感谢神今天赐给我们的话 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丰盛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家 真的是要默想 常常思想今天的经文 我们用为耶稣而活来回应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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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荒为祖国 世梦俘虏城 基督耶稣我教主 我深深信给你 以你在十字架上 甘愿为我设计 你是我唯一主宰 我心头已保证 总之我要为主而活 祝我转远为你 为耶稣和我 祂为我守戏 背负我罪在 手里如脱器 写字我慈爱 感动我归终 我远信一切 感谢主的你 基督耶稣我教主 我深深信给你 以你在十字架上 甘愿为我设计 你使我为你主宰 我心头已保证 这次我要为主而活 祝我转远为你 为耶稣和我 为耶稣和我 再短暂时间 我心最高贵 祝此爱笑容 这次要求大人数我 received 感谢主别 在业期输着 环时 hace可换处 基督耶稣我救助 我先申请给你 愿你在十字架上 感愿为我设计 你是我为你主宰 我寻找你的错 从此我要为主宰 我寻找你为你 天父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拣选了我们 做你的儿女 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 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了我们 和好你不把一切都赐给我们 谢谢你 我们把当纳的奉献给你 求你使用 也求你给我们智慧 怎么来使用你给我们的资源 来荣耀你 来为你而活 来扩展你的国度 谢谢你天父 我们将感谢 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今天是四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我们一起翻开到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我们来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二十三节开始 好 我们一起来读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住屑了就剥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了思纪念我 饭后也在拿起饼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心愿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了思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 万里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扮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省藏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 自己的罪了 这是我们跟主耶稣 联合的 一个很好的时候 在历代以来 教会对这个恩典的出口 有两个看法 就是恩典 是从神的话语出来的 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敬拜的时候 我们明白 因为神的话语 就是神的气息 神祝福 恩典的领导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 在圣参的时候 这是主耶稣的命令 让我们来纪念 祂的身体 让我们来纪念 祂的宝血 让我们纪念我们的罪得圣灵 让我们纪念 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 然后这个领圣参的时候 有一个默示的盼望 就是我们是表明主的死 我们只等到祂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是在等 我们等到最后 救恩的完整 也就是祂再来 让我们身体得数 所以我们要省察 我们是主的悲 跟主的病 我们知道是祂的身体 跟祂的血 那我们跟这个身体 跟这个血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要自己省察 然后我们知道 祂今天是个不活的主 祂带着祂这个不活的身体 带着祂定十字架的伤痕 在宝座的右边 为我们祷告 那祂要我们跟祂联合 所以祂叫我们来纪念祂 所以我们一起来 领这个饼跟领这个杯 然后我们请庶民 为这个饼来祷告 好 我们请凯 为这个血来祷告 祂的伤痕 我们请书民弟兄带领我们向神谢谢书耶稣的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感谢你的恩典 那我们靠着信靠耶稣 基督耶稣能与您和好 得永生 今天当我们领圣仓的时候 求祢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来检查自己 认罪悔改 若是得罪人和神的地方求主庶民 主啊求祢是给我们一个盼望的心 盼望祢再来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这几年我 然后主又拿起碑来说 这碑是用了血索利的心碑 我们请开了 带领带领我们为这边向神来感谢 天佛感谢你把你的儿子为我们舍了 感谢耶稣基督的顺服 为我们的最定死的十字架上 也谢谢耶稣基督的心碑 也谢谢耶稣基督在临死之前所历的这个圣餐 提醒我们 要我们常常要与你联合 提醒我们 我们是已经与你联合 让我们常常在基督里面 所以天佛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 也常常默想你的话里 也求圣灵 也教导我们 谢谢主耶稣 为我们所做的 我们这样感谢 是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使命 如果人在基督里 他就心跳着 旧了已经去了 一切都变成新了 我们去享用 我们感谢主 让我们继续一直在过去的一年 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录制 让我们没有停止 敬拜他 我们真是希望 教会能够在 一个很安全的时候 能够开放 能够大家一起到 神的会堂里面 一起来敬拜 然后彼此开始在有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为这个社区来祷告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接受疫苗 然后我们打这个疫苗 我们真的不只是为我们自己 特别是为了别人打 所以不要让我们身体有机会 让这个病毒在我们的身上 扩散 在那边繁殖 然后再传给别人 求助联名我们 这个需要很大的智慧 跟爱心 好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唱完以后 我们一起来接受神的祝福 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门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愿祂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安静地来回应 主今天对我们做的 祂会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和圣灵 来过一个得胜和成胜的生活 祂会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和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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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多谢